继续我们法律小知识的时间 我们讲了很多立平安子需要注意的事项 但经常会有些名词都会听到 这里是思亚 经常都听到有遗产管理人和遗产执行人 其实有些什么分别 其实他们两个大致上的职责都是相同的 遗产管理人就是一个没有遗诅的情况下 去帮死者去处理财产的人士 但遗诅执行人就有遗诅 在遗诅中指名由他执行的人士 一般来说我们之前都有提及过 可能就是一名至四名 最多四名 但如果牵涉到一些未成年人士的权益 或者终身权益的情况下 我们就至少要有两名执行人或者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方面 其实法律上都会有一个优先次序 就是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都有这个权利 但有这个权利也可以放弃这个权利 如果他们不愿意做或者种种原因不想做 就会由第二的优先次序顶上 但一般来说遗产管理人 都要21岁以上才可以处理 当他们向法庭申请了遗产承犯书 就可以真的展开 帮死者处理他们的财产 我想经常很多观众都看电视 甚至乎看新闻 都会听到很多千亿真产案 八亿真产案 我不是那里这么大不遗产 我说了一些很普通的 可能只是继承家人的遗产 那些继承人需要付这些什么税项 其实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街坊或市民都有问 我要继承财产 但又要拿一笔钱出来 是不是真的要交遗产税 但我想告诉大家 遗产税只适合在2006年2月11日之前才有效 其实现在已经再没有遗产税 大家都可以放心 另外一提平安寺 又会听过一个名词 就是持久授权书 不太明白 就这样看这个字眼是什么 其实持久授权书 都是授权书的一种 不过我们坊间叫做 其中平安三保的第二保 平安三保就是平安寺 持久授权书 以及预设医疗指示 平安寺我们所说 一直都有讲到 就是死者死后才会有效的文件 但是持久授权书 就是生前有效的文件 是预备在一个人 没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 仍然有人帮他处理他的财产 因为坊间 其实我们现在都听到很多时候 我们会中风 或者有一些情况 可能是老人认知障碍等等 这些情况都会时有听闻 但其实当时人仍然有自己的财产 可以照顾自己 不过他就没有这个行为能力 去动用他的财产 而持久授权书 就会在这个情况下大派用场 因为当一个人 如果在神次清醒的时候 已经立正一个持久授权书 当他真的遇到神次不清醒的情况下 仍然会有人可以帮他安排到 他的自己财产如何应用 但是持久授权书是一个法定的文件 在他的格式和成立的情况上 都有一定的要求 当然里面一定是在说神次清不清醒 所以我们无可避免 一定要找一个医生 作为这个见证人 也都需要有律师去见证 才为之一份有效的持久授权书 但是当一个人 如果我有机会真的好 我神次清醒了 其实他有权去法庭申请 去撤销持久授权书的登记 就可以推翻这个持久授权书 所以我都会建议 老友记或者所有的市民 都考虑在自己神次清醒的时候 立定一个持久授权书 那就会勉强 将来如果真的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会不会加重家人或者朋友的负担 很明显 清晰了很多 同样都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以上资讯都是一个参考 每个个案都不尽相同 如果你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 记得自行咨询自己的律师 不惊不觉就是社区法律小知识 一年六集的平安子篇 这集已经到第六集了 下一次想想 有什么法律小知识和大家分享 好 时间够了 拜拜 拜拜